台北市明倫社宅租金被質疑過高 引發議論 台北市長柯文哲昨天是態度放軟 表示願意重新計算租金 不過要等到三年換約之後才會采用 強調法不訴既往 不會去修改現在的租金 台北市明倫社宅被質疑租金過高 市長柯文哲十六號出席社宅 長期維護管理經濟模式研討會 態度放軟 對於督發局坦承租金計算有誤 柯文哲強調願意重新計算租金 不過他要拋出市府 不是蓋房給最窮的人住 引發軒然大波 明倫社宅的租金 從一房型到三房型的價格 如果沒有補貼 房租要價一萬兩千九百元 到備受爭議的四萬五百元 若給予幅度最大的補貼 一房型租金八千九百元 三房型租金仍要三萬六千元 柯文哲雖答應重算租金 但定調要等換約後 強調法不訴既往 張東蔡英文日前透過臉書回應社宅議題 指出社會住宅是他最堅持的重要政策之一 中央會新建十二萬戶社會住宅 表示只要願意參與的人比唱衰的人多 可以持續改善居住問題 這番言論惹惱柯文哲 痛批中央的政績 有五分之一兩萬四千戶的社宅 要靠北市幫忙完成 明年更要一口氣再新建一萬五千戶 那目前土地也準備好了 財源也已經準備好了 那這個速度其實是越來越快的 並且也不會停下腳步 民進黨發言人轉述蔡總統的談話 強調蓋社宅需要中央和地方通力合作 不需要政治口水 才有機會讓年輕人 實現居住正義的可能性 記者黃潔謝謝文台北報導